这次517大游行发生的意外 台北市警方这次还是在这个架设巨马的时候 除了在外交部警分局附近架设这个刀片巨型巨马之外呢 与游行队伍正面交锋的巨马 现在已经不再摆出具有高杀伤力的巨马了 同时呢警方也特地在巨马刺的网上面呢 加上了一层磊青 要刻意钝化尖锐度 试图表现高度的善意 好不过呢这次呢我们要带来看 95年岛匾游行当中出现过这个刀片巨马 当时呢是引起很大的争议 而三年后的呛马游行再度现身 却从这原本闪亮锐利的刀片变成又黑又盾的刀片 而上面呢我们刚提过了 其实这次总共是上了五层的磊青来进行钝化处理 而早在岛匾之后呢到去年上了四层磊青 这次确定要拿出来再使用 上个星期再上了这个第五层磊青 要进行钝化 来看看整个过程 刀片巨马不再是闪亮的银白色 而成了暗沉的黑色 原因是上了磊青薄油 所谓的钝化处理就是原则上是用薄油 薄油去钝化以后 现在已经没有所想象的那么利 我已经要求他们就刀片巨马这部分 把刀片钝化 而且我也觉得我们尽可能不要使用 我们大概在这个原则下柔性处理 就怕刀片太锐利之前已经上了四层的磊青 就在几天之前再上第五层 其实这一匹巨马是在94年贬政府时代购买了6000具 其中1000具当时分给台北市警局 95年红山军倒贬时拿出来使用印发争议 这一次钝化之后再使用依然放在第二层 贝尔不诱 前任主长任内还有在去年 我们都有做过处理就是用薄油做过处理 就是尽量让它就是增加它这个薄油的厚度 那像我今天去公开口看 我看公开口今天也并没有用 当然其他地方如果要用台北市讲会用在第二层 能够不用最好别用五层磊青的刀片巨马 成了这一次游行柔性处理的象征指标